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的中期选举通常对于两年后的总统大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的党中期选举前的党内初选正在密集进行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哪些趋势影响选民的重大问题又有哪些 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来分享他的观察 欢迎方正 方正我们知道现在中期选举前的党内初选正在进行 目前已经是有大约一半的州是已经完成了初选 那么就在今天这个选举日是只有马里兰州一个州有这个初选 那马里兰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蓝州 就是民主党应该是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那这次选举中也是很受关注了 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总体讲一下 就是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除了有地方的特点之外 还有哪些其他值得关注的事项 就像你刚才说的 马里兰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深蓝的州 它是美国极少数几个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比例超过2比1的 那么几个州 在州议会的格局 不管是州的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是这样的 我知道的这样的州也许不完整 除了马里兰以外 美国只有其他三个州是这样的 就是加州 纽约州和马塔诸塞州 所以马里兰基本上是一个深蓝的州 在总统大选里头 要马里兰这样的州把票投给共和党候选人 是不太可能的 在最近的历史上那都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在地方选举上特点不一样 就是马里兰选民还是看个人而不简单的看党派 比方说现在在任的州长叫Larry Hogan 他是一个共和党人 他这八年在马里兰的口碑 这么一个深蓝的州的口碑 其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州 也能选出共和党的州长来 这也是中期选举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那从今年的选举来看 马里兰是州长 检察长 还有省纪长 这几个重要的全州性的岗位 都要重选 参议员也有一位要重选 八位众议员都要全部重选 在地方上县长 县一级的法官 还有教委 所以很多很多的候选人是挺复杂的 马里兰在这以前 已经开放了一个多星期的 至少要一个星期吧 提前投票 我也是提前参加了投票 所以就不用今天去 今天是正式的选举日 从我个人的感受看 大家对选举的安全 其实格外的关注 从前电子投票 基本上比较简单 那现在今年我看到的是 你用电子票投完以后 并没有结束 你需要把你在电子投票机里 投票的结果打印出来 再拿到另外一个扫描的机器上去 扫描进机票的这种过程 所以要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选举的安全 它是非常高的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 通常从马里兰能看到的是 整个民主党的追求和趣味 不太有全国性的代表意义 但是今年的中级选举 马里兰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 就是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因为其他的几个州也发现了类似的事情 就是民主党动用自己的资金去挑选共和党的候选人 比方说今年我们马里兰州共和党的候选人 两位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一个是州众议员叫Dan Cox 一个是曾经担任过州一级官员的 一位女性的候选人叫Kelly Schultz 那民主党为Dan Cox能够取胜花了不少钱 就是民主党为共和党内的选举超了不少薪 Dan Cox自己按记录他只花了不到三万美元 而民主党为了让他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 已经花了两百万 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民主党为什么这么重呢 是因为民主党觉得他挑选的这个对手 是一个特朗普的坚定的支持者 到了大选的时候呢 在马里兰这样的州 他比较脆弱不太容易取胜 所以民主党为了找一个比较好对付的对手 去花钱参与共和党的初选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而这个现象在宾州 在伊尼多伊州 在克罗拉罗州都有发生 这是今天一个比较有趣的事 是可能了解自己的对手 有时候比了解自己的队友更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放大到这个全美 全美国的范围来看的话 可以说这个普遍的预期是 今年的中期选举呢 可能会是共和党人赢得胜利 那么国会两院有可能最终都是 被共和党人来占据一个优势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比较值得关注的选区有哪些 选民们关注的主要议题都有哪些 就像你刚才说的克罗拉 就是从国会参众两院来说 众议院由共和党占据多数 可能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实 如果共和党只需要 赢取各位所有的选票 就能够夺取多数 那在历史记录上来看 总统在的一方 在众议院总是要丢不少席位的 而目前的微弱优势 很容易在中期选举里头 被共和党夺走 参议院的可能性 对民主党来说稍微有利一点 因为今年有35位参议院的席位重选 21位是共和党 14位是民主党 就是说共和党需要捍卫的席位 要多一些压力也就大一些 关键的几个州 大概有五六个 比方说对共和党来说 他需要捍卫的 威斯康辛州的Ron Johnson参议员 他可能不是特别牢靠 然后在宾州 我们锦邻的宾州 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 派的图米他退休了 所以是一个公开的席位 民主党也还比较有竞争力 但是民主党压力更大一些 民主党在亚利桑那州 在内华达州 在新罕部12州 面对的挑战都比较大 现在的预计来说 民主党要保住目前最微弱的多数 五十席 不是特别容易 对我个人来说 我特别关注的是 爱荷华州的参议员的选举 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 Charles Grassley 他是1933年出生的 那今年其实是89岁 身体非常好 去年他还参加过一次 服务称的比赛 他能连续做22个服务称 对手是年龄比他小一半的 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 Tom Cotton 在现场技术的 他们服务称比赛的时候 计数的是18年中期选举 我们去采访过的 你采访过的爱荷华州的参议员 Johnny Ernst Grasley面对的民主党对手 当时很有可能是 叫Abby Finkenauer 卡拉基也是 18年你在密西西比河边的小镇上 参加过他胜选的集会的 对不对 当时他还没有30岁 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会议员 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出来 不然一个1933年出生的老参议员 共和党人 对一个1988年出生的挑战者 一个女性 本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较量 但是Abby她没有能够取胜 挺遗憾 是 其实中期选举除了我们看这个国会两院最终花落谁家以外呢 还有对这个之后两年之后的这个总统大选 这一次也就是对2024年的总统大选 也有非常重要的参考意义 那么很多这个有意参选的人也是在密切关注 那么在民主党方面来说呢 大家可能非常关注就是拜登总统是否会决定继续竞选连任 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 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前总统特朗普是否会出来再一次的参选 那么在这方面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观察 从民主党来说民主党类的呼声 我看到的当然这不能说是客观准确的 民主党类希望拜登总统就是让出这个机会的意见 可能稍微多于支持他继续连任的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考虑 连任可能是一个因素 但是民主党的问题在于 如果拜登总统不参选连任 谁会出来呢 副总统哈里斯可能算一个 但是他的工作的目前的认可度也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加州州长柳森可能是一个人选 但是他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州的 一个特别特殊的州长 他能不能有全国性的吸引力 很难说 对共和党来说 前总统特朗普的吸引力在下降 但是他仍然是最能够赢得共和党选民支持的候选人 从目前状况来说是这样的 好的 非常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 给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